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能用的带的酒精和纱布简单处理一下 硬咬牙扛着 营业时间就这么匆匆过去了 第二天我们终于见到了久违的太阳 略意商量 我决定让吕一可先带石骨村村民撤离 罗马山恐怕很坏会变成一片是非之地 他们都是手无缝气之力的普通人 留下来是有害无疑 至于我和周静还有顾应寒三人 则趟着山路一直向罗马山方向走过去 回去的路说不出的艰辛 为了不耽误太多时间 我们几个几乎是日夜不停地赶路 还足足用了两天一夜的时间 才终于赶到落马滩 这时正是厌恶一身的时刻 落马滩喊沙声冲天 宠师道老将军正在练兵 这一回我没再躲躲藏藏的 强忍身上疲惫 一步一步朝他们走了过去 这些宋军果然是很警觉 当我一出现立马就被察觉 伴随如雷马提升 一队队骑兵顷刻间将我包围 兵器在森冷的圆月之下 绽放着点点汗光 声势夺人 我身边的顾应寒 并没见识过这批阴兵 因此乍一看 也是满脸忌惮 忍不住把手 安在八面汉剑剑柄之上 我连忙抓住顾应寒的手 生怕他轻酒妄动 冲撞了这些阴兵 这时候 阴兵中忽然一道难音响起 紧接着 这批骑马的阴兵立即让开 一个披着重驾的阴兵将军 缓缓走上前 看了我一眼之后 顿时有些惊讶地说道 小兄弟 你怎么又回来了 这个阴兵赫然是宋贵 见到了宋贵 我心中松了一口气 苦笑了一声 对宋贵抱了抱全 说 我想接老将军一面 还请将军给我带路 宋贵一愣 深深看了我一眼 没有说话 直接掉转码头离开了 我知道他什么意思 默默跟了上去 只是将周静和顾尹寒 留了下来 告诉他们 不要轻举妄动 这一路上 宋贵没和我说一句话 他带着我穿过一片树林 来到落马滩的浅滩之上 圆月高悬 落马滩的河水 在月光下波光淋淋 种失道老将军 驻马河滩上 风起他背上披风 在风中烈烈作响 到了 宋贵看了我一眼 轻声说道 有什么事情 你自己和老将军去谈判 我先走了 说完 宋贵打马离开了 我在原地犹豫了一会儿 最后咬了咬牙 朝老将军那边走了过去 我注意到 他所骑的马铃马蹄呢 是深陷在沙滩里面的 看样子 应该在这边是停留很久的时间了 你来了呀 老将军 从始至终 没有回过头 只是轻轻地说道 遇到什么事了 我一愣 有些差异地问 您是怎么知道的 落马山的气味 很不对呀 老将军仰起手中马鞭 遥遥对四方比喻花了一下 山雨欲来之前的天地 总是最宁静的 战争爆发前的死亡气息 早早就已经开始弥漫了 我荣满一生 闻过太多太多这种味道了 眼下 你去而复返 分明就是遇到了事情 所以才来向我求助的 老将军收到这里 终于转过身 月光下 他煞白的脸上 阴影浮现出一丝笑容 然后翻身下马 走到我身边 找个地方坐了下来 然后又顺意我坐下 这才和我说 说说吧 我最近也感觉到 一次不同寻常的记性 你应该知道的 这人要是一死啊 预感 就会格外地准 这罗马山里 怕是不太平凡 我苦笑点了点头 既然老将军知道我的来意了 那接下来 我也只好张嘴了 于是我把前前后后的事情 始末说了一遍 当然至于 供应韩老祖族的手段 我是没说的 我读过宋史 对这位老将军的生平 还是颇为了解的 甚至这位老将军 其实是一个特别傲气的人 如果让他知道 自己死后被人算计的话 恐怕会当场大怒 上一次见老将军的时候 我曾经和他详细说过 宋军之后 整个华夏大地的变迁 对于抗日战争 老将军也是知道的 所以当我把事情始末说完之后 老将军的眼神顿时就变了 你是说 在这洛马山围祸的 是东阳窝人 我点点头 找死 老将军眼睛顿时瞪了起来 浑身上下杀气 杀气冲天 这杀气之浓郁 一点不比赦青鬼小 直到这一刻我才知道 宠师道老将军 并非摘心人后 他只是对自己的国家人 摘心人后 对异国侵略者 就在我愣神之间 老将军已经起身 跨马朝远方奔驰而去了 这个炮胀脾气 我苦笑了一声 赶忙就往上跟 可老将军是骑马的 不就两条腿 能跑得过四条腿啊 顿时索性我就不追了 慢悠悠地跟了上去 等我再一次赶到 落马滩的时候 老将军已经将 两千宋军阴兵集结起来 大手一挥 立即杀气腾腾地 直接朝着四项兄弟 所在方向杀了过去 张举他们的鬼子兵交锋 我还有任务在身 没办法参与 但这一次 我不会再躲到一边看戏了 招呼了顾尹涵和周静 就跟了上去 老将军麾下的 这一批宋军阴兵里 齐军终究是少数 绝大多数都是 披着不仁甲的重装补兵 我研究过 他们当初的那一场战役 如果当初在土门关失陷之后 他们很卸甲逃跑的话 那不至于被金兵 在洛马滩碾上 只可惜 老将军下达 宁死不卸甲的命令 所以他们才因为重甲在身 一直都无法迅速逃走 最后才在洛马滩 被金兵碾上 留下了抗金战争中的 一曲悲歌 重装步兵 就是这么一点不好 机动能力太弱了 纵然是不战无敌 就算是轻起兵 碰见都得退避三射呀 可机动能力不足 这一点呢 就是硬伤 比如眼下 哪怕老将军 已经在强行军了 可仍旧是 一晚上才赶了 七十多里路 眼瞅着天已经亮了 最后无奈之下 找了一个 备阳山沟里助流 然后这些阴兵 就纷纷化为 一道道乌光 融入地下 其实阴人都是如此 在白天 阳气重的时候 等身化为阴气 融入地下 等夜间阴气 浓郁的时候 再化兴而出 这一整天 我们几个人 都在原地休息的 我的伤口 又是被雨淋 又是忙碌的 眼下已经化浓了 拆开纱布 清洗的时候 看见伤口外翻 轻轻一挤 浓血就一股一股 往外冒着 只可惜 完全没有疼痛感觉 这分明是已经 有了破伤风的节奏啊 我知道 这一次 就算我不死在 和鬼子兵的交战下 回来太原之后 怕是也得 休养一段时间了 一日无话 事业 老将军他们 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再一次上路了 不过老将军 似乎感受到了什么 这一次 竟让十几个重器兵 卸下铠甲 充当后跑 出去探路去了 大军随后 我是徒步 跟在老将军旁边的 随大军一同向前 听进十多里地 刚刚碾上一座 大山山坡之时 就忽然听到前方 一连串马蹄之声 只刚刚跑过去了 一个赤猴回来 隔着老远 那赤猴就一声喝倒 报 前方屋里地外 出现敌军 听到这个消息 我轻轻闭上眼睛 这条路是离开 落马山的路 鬼子兵出现在这里 分明是准备 离开落马山了 说明 张局他们 终究 还是失败了 在这种局势当中 失败 就意味着魂飞魄散 只是我不明白 鬼子兵就算再强悍 也不至于这么快 把张局他们打垮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什么原因 让张局他们 这么快就失败了 听到赤猴的探报 老将军面色一变 抬头看了一眼 我们锁在这个大山 顿时喝倒 全速向山上顶尖 我知道 老将军这是要占据制高点 我们眼下这个地方 我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了 这大概可以说是 落马山地区最平坦的一块地方 因为 这地方四周 只有这么一座高山 只要占据这座高山之后 那么在山顶就可以俯瞰四面八方 鬼子的动作也就瞒不过我们的眼睛了 我略一琢磨 就明白了老将军的意图 不禁对老将军竖起大拇指 果然不愧是当年身经百战的老将啊 林氏做出了判断 当真是很英明的 一声令下 这批宋军顿时开始全力向山上跑去 这座山坡度并不是很陡峭 相对来说 可以说是太行山里最平缓的地势了 所以爬山并不算多困难 不出二十分钟 我们就登上了山了 站在高处俯瞰 远处黑去去的 说实话 我真看不清下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过 我发现老将军在朝远方看了一眼之后 脸色顿时一下难看了起来 骂了一句 畜生 我有些惊讶地看着老将军 他是阴人 自然在黑夜里能看得见的 我估计他是发现了什么情况了 于是忍不住就问他发现什么了 老将军没说话 但是宋贵却扭头和我说道 你说那批鬼子兵离咱们很近了 他们是押着战俘来的 我估计 他们很可能察觉咱们的行踪 所以 他们把战俘 全顶在最前面 宋贵这么一说 我的心已经凉了半截了 如果鬼子兵把战俘的阴魂顶在前面的话 那么我们如果发起进攻 就必须踩着那些战俘的阴魂冲过去了 到那时 四项兄弟里困着的那数千战俘的阴魂 他是得全部灰飞烟灭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摸金天师 又名活人回避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喜马拉雅账号 以及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